今天要讲的就是说在学习中跌倒 要远好过在生活中跌倒 跌我都不会写的 笑死了 这也算是小小的跌了一跌 写错字 弄错东西直接克服就行了 学习中跌倒是可以这样说 在学习中跌倒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最常见的跌倒就是说你以为你懂的东西 自以为明白的东西 后来发现 其实不懂 其实没懂明白 其实不懂 为什么这很幸福很重要呢 因为它证明了两件事情 自以为懂的东西 后来被发现你不懂 证明了两件甚至说可以证明了三件东西 第一件就是 你那种自以为明白的这个道理的那种思维方式 它是转得通的 它是转得通的 它是运行的顺畅的 转得通 就是那种不懂的那种思维方式 运 转得通运行的顺畅 错误的思维也能运行 也能跑 也能让你想起来 哎呦 有道理对 有这种 这种状态 是你了解的第一个 因为你学习跌倒的时候 你本来懂的东西跌倒了 撞到一个东西 发现不懂了 你本来自以为掌握的东西 发现不能掌握了 那你就本来转的通的东西 也就是它本来转的通 它本来运行的通 这点很重要 就是这一点会告诉你一个错误的状态 一个错误的状态啊 错误的状态是可以循环的 它是能循环的 它如果不撞到那个门板 它是能循环很久的 这一点很重要 认识到这一点的人是很重要的 那么第二点 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些 有一些在这个错误状态的那个 一开始的那个错误的秩序下 但是一开始的错误秩序下 本来会被你把握成这个秩序没问题 对不对 一些在本来表现的没问题 是会有一些例外啊 是会有一些例外啊 是会有一些额外的超出这个本来表现的没问题的一个一些事例啊 一些事例 来否定这个秩序的 也就是说通过 碰到你不懂的东西 你会感受到否定性 你能感受到否定性 这个否定性不是系统内部的否定性 而是一个 你会能够察觉到一切系统的有限性 有限性 一种思路 一种思维 就相当于你 你 家里面你好 我好 大家好 你本来以为 哦 人间就这么美好 你看我爸爸妈妈对我好好 人和人 就你就认识两个人嘛 这两个人都对我好好 忽然间跳起一家庭 看见 你父母和外人吵架 那你就 这个时候你就意识到了 原来是有一些例外啊 他是能够让我重新了解 这些 合为人 人之间是有利益纠葛的啊 人之间是有利益纠葛的 人之间是有一些 就是系统之外 是会有一些现象 能够突破这个系统 它内在的那些秩序 突破它的有限性的 这就意味着我们 意识到通过犯错 第二点其实就也告诉你就是说 犯错 等于 探索 等于 等于生长啊 生长 就是走出去了 走出去 你走出一个 本来运行的 转得通的一个符号系统走出去 一定直接的就是犯错 而事实上你要意识到不是 不是外面的东西错了 或者不是你这个走出去的行动错了 而是你原来的那个 原来的你那个秩序错了 你原本的那个原秩序 他是有问题的 他自己是 本来他 他其实他没有没有 如他所说的那样 循环 然后运行到无限的 他没有循环运行到无限 他是有自己的限度 他不可能放出四海而租 接准啊 他也不可能就是千秋万代的 一直就这样去转去运行 不可能到一切上面都是按照这些 秩序可以跑的 这个软件就是说这个软件 这个驱动装在显卡上有用 装到另外一个上就没用了 明白吗 他装在显卡上有用也是这个型号的显卡 他装在显卡上有用也是这 这种驱动在这种特定环境下 这种特定的结构关系之下才有用 这是第二点啊 第三点是自以为明白东西后来发现 其实你没弄明白 在这里你会察觉到自己有一种力量 第三点就是你能察觉到自己有一种力量 这种力量就是遭遇未知的力量 遭遇未知的力量 这个力量其实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说是你发现的 是你的精神 你的意识 你的生命 你的精神 你的意识 你的生命 包括你的意志啊 你的那个意志力强迫你自己去面对这个未知 这个未知 不会在 他 他在这个未知啊 就是这个 你自以为明白东西发现本来不懂 就是有个新的一个事例出现 让你自以为明白 那他到底讲不通了 那这个东西是外在于你本来的那个思维状态的 外在于你本来的你所信仰的那套体系 那套理论 或者那那个道道那个道理 那个循环的 也就在这个意上讲 你会发现你有一种能力 你你有一种力量 就是站在边界上 站在这个边界上 站在一个道理的边界上 站在一个道理的边界上 在这个道道理的边界上 也就意味着就是说 你比这个道理要 你比所有的 你会发现你的精神 你的意识 你的生命啊 你的那种思维活动 你的思考活动啊 思考活动 你的实实在的生命体验 比所有的有限的系统 都要 大 都要大 至少暂时在这个方面 你会发现原来我没有被束缚死 你会发现原来我还是 自由的 文过则洗你知道吗 文过则洗 发现别人能点出自己的道理 点出自己的错误 道理错在哪里 发现自己能够面对这种 本来以为明白的东西 后来发现自己其实不懂 这是一个证明你 并没有陷在自我那个自恋的形象的 一个深渊里面 没办法抄拔出来 而证明你你实际上是站在自己的边界上 只不过你这个站在自己边界 有的时候是维护 有的时候就是期待着某些东西 可以让你再往外走一步啊 所以通过学习 学习的本质就是要学着习惯 学着习惯 适应 新的啊 这个秩序框架 新的秩序框架 我觉得这是学习本质 这种习惯这种能力啊 能够养成这种习惯的能力 其实就是你的精神 就是你的思维 就是你的自由意志啊 学习本身是可以培养你的自由意志的 你不停的从一个体系里面超脱出来 了解到这个体系的有限性 养成这种能力之后啊 你就能够就是说面对生活当中的得失 面对生活当中的得失啊 你就能超出去 这个得失是形成个标准体系的 对不对 他凭什么是这样吗 这个标准体系是有它的有限性的 标准体系总是有限的 如果一个标准体系是无限的 那这个世界不要存在了 他就让这个标准体系自己空转就行了 什么叫让这个标准体系自己空转啊 你你明白什么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一些NBA啊 或者说一些实况足球的游戏啊 就是足球游戏啊 电子游戏 或者那些街机街机房里面的那个游戏啊 那个游戏机 标准体系空转就意思 你游戏游戏机自己玩自己就行了 你这个游戏软件自己玩自己就行了 你就在街机房里面那个街机没人投币 没人玩他的时候 他不就是这些人物在自己跑来跑去打来打去嘛 AI自己在动嘛 就行了 这个标准体系是无限的嘛 你按照你这个标准无限运行下去就行了 那它就是个封闭的一个机制 封闭的一个机制 在你里面根本没有 根本没有任何体验着 根本没有 根本没有任何生命 根本没有生命 它就像个原子里面的某些立场在 或者就就就像就粒子啊 粒子在自旋一样的 它的它的规范性 某种它的规范性 这不停的在不停的在自己 陈其为自己的 中间没有一个 它内内内内部是闭合的 内部是闭合的 我要说的就是说我们 恰恰要摆脱这种内在闭合的状态 我们因为人的本性人的本质 就是站在一个个体系的边界上 超越这个固有的僵死的体系 那么学习在学习中跌倒 在学习中跌倒 其实就等于在学习中 探索和行走 因为行走啊 行走 因为跌倒是走路的一个必要 你要走你必须要跌 跌吧就是失去重心嘛 失去重心 快身体支撑不住它自己 你走路的时候 是不是你时时刻刻都是 往前倾的 你那个重心往前移 你脚 这只脚的这种状态 支撑不住你自己 你再把另外一只脚往前伸 就是止跌 把这个跌 但是止住这个跌的同时 你又往前倾了一下 就是走路行走的状态 就是不停的跌倒 但是并没有真正倒下 而会继续往前走 继续走 继续走 那么在学习当中 这个过程就是你跌倒了 失败了 然后再爬起来 不停的爬起来 爬起来 然后恢复平衡 但是恢复的永远是一个暂时的平衡 暂时的平衡 你在学习这个体系的时候 这个暂时的平衡会告诉你 你所掌握的这个体系 不一定是绝对正确的 而且恰恰我跟你说 他绝对不是绝对正确的 但是他是 他是有他的正确性的 他至少在你所探索这个范围之内 这个秩序是有作用的 这个秩序是不 他的有作用不是因为说是你的你的认识状况 就是一个理论他起作用 理论起作用啊 不是因为精神和精神与物质合拍了 与现实合拍 与一个唯一的现实 唯一的但是又是神秘莫测的现实 唯一的神秘的现实合拍 然后说理论起作用了 因为这个精神终于摸到边了 不是的 永远不是精神摸到边 而是精神敞开 精神向现实敞开 理论活动就是精神向现实敞开 所有的学习就是精神向现实的那种 只不过学习 我们学的东西教科书上的东西 是一个间接的一个现实 关于现实的一些报告 这些报告加以体系化的处理 加工 然后抽象化符号化了 但是他也是现实 因为对他来对我来说是陌生的 只要对于对于理论啊 对于你的精神而言 他是具有陌生性的 具有有一种你感觉你要在他面前跌倒 你感觉你之前的道理不起作用 之前的道理没用 那他就是现实 你在道理在他上面用不到的东西 他就是现实 就是现在的实际情况 所谓现实现实就是现在的实际实际问题 或者说现在这个实际问题 你用老方法老老规则解决不了 那他就是现实 而且现实本身的出现 他一定会把自己问题化 一定会把自己问题化 他因为现实真的涌现的时候 不被你的理论所驾驭的 不被你的那个之前的那个有限的理论 所就是能够彻底解决那些现实涌现的时候 他一开始就是问题 一开始就是让你跌倒的地方 你要想着怎么爬起来 那边有个抓手 那边有个提神 那边有一个什么这个地面可以用手撑 这个地面还算还算比较摸上去没问题 总之你要他的问题的话 就就像你提出一个生存的一个一个 你要采取什么样的姿态 你就是回避他逃到之前那个理论体系 之前那种认识状态 还是面对他 面对他就意味着你的精神像这一现实敞开 这个现实向你敞开的过程中 这个问题化本身他会引导你 引导你啊 他会引导你 也就是说现实他向你的精神显现的时候 他在最低限度上 他会有个最低限度的理论化 否则你的理论如何把握现实呢 这否则就变成怀疑论了 或者变成虚无主义相对主义的 否则就是变成理论 永远没办法把握真正的现实 不是的话说反了 而是现实在向精神敞开 精神他摆认自己的姿态 愿意也向现实敞开的时候 现实本身他会借你的地盘 借道场念他的精 对不对 借你的地盘 把他自己给问题化 也就是把他自己给进行一个最低限度的理论化 这种理论化就是表现为他把你击倒 但是击倒击倒你 但是又不让你陷陷下去陷到完全的懵懂无知 而是让你处在一个地面上 让你摔倒的地方还隐隐作痛 让你感受到某种力量 这种力量是超越你之前的那个 方式系统的 超越你之前那个理论 认识状态的思维思维水准的 这就是现实 现实是能够让认识得到发展的 使认识发展的那个那个场所 那个力量就是现实 就是现在的实际实际问题实际情况 什么情况 这就是现实 如果一种所谓的现实 他不能够使认识得到发展 哪怕是一种否定性的发展 而且他 而且他肯定一开始是一种否定性的发展 就告诉你这些认识不行 不能 一开始就让你蒙 这才是现实 现实 但是现实不仅仅是停留在一种否定性上的 因为如果他仅仅是认识停留在一种否定性上 认识仅仅得到的 他不是对于现实的认识 仅仅得到的是对于他自己的认识 就是否定自身嘛 了解吗 不够的 就是就是自卑嘛 就是哎 我不懂我笨 我笨 我笨 一个现实如果仅仅是让你感觉到我笨 那他永远不是现实 一个现实不仅仅是会会让你感到我笨 他会让你感到我错了 你我错了 其实这一步讲其实不是你错了 而是你所相信的那个之前那个有限的认识的那种方法 那种思路 那个秩序 他错了 他错了 他错了啊 所以我要说的就是现实并不是要和认识绝缘的或者说直接让你喘不过气来看不清任何东西啊发现不了就是完全猜不错摸不着让你很痛苦那叫现实不是的所以在我们在学习过程中我们也是在面对现实的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相对于我们自己的现实 相对于你自己的现实相对于学习者的现实你学到了陌生的理论陌生的知识这也是你的现实就是你现在所要面对的一个实际问题这就是现实 这就是现实 所以你在学习中跌倒 意味着你摆出了一个姿态你要学着去习惯对不对习惯去面对现实他这个姿态有了这么一种积极的姿态啊有这种积极的姿态 积极的敞开向现实像现在的实际问题敞开的一个姿态它永远是远远好于仅仅在仅在现实中跌倒 它好于远远好于仅在现实中跌倒 因为因为你学习也是在面对现实 在这个意上讲也就是说只要你在现实当中发生任何事情 你摆这种状态也就是说你随时准备着去习惯那种不停的受挫 习惯像一种慌乱的习惯像一种会给你带来慌乱的一个新情况新事态新麻烦新问题去敞开你自己 有勇气有耐心去面对去化解它去化解它的同时吸收它 吸收它对于你之前那种认识方式那种思维方式的调整 让它请客回家叫做请客回家做主人这么个姿态 把这位客人现实的客人请回家请到你脑袋里面让他来替你做主人 让他来请你吃顿饭请让他来给你做顿饭吃 这种姿态但是过程当中你要搭一手你要帮助这个现实问题 你要因为他让你感到痛苦他让你感到不敢面对他是因为什么 实际上是因为他自己他想要去疏解他当中的问题 他是个现实的实际问题他有矛盾他有张力他自己出了问题他需要你帮助他 你仅仅在里面跌倒而不想着去接纳他去帮助他去收留他 然后去扶持他辅佐他解决他自己的问题 你仅仅就是在里面跌倒那你自己就成了一个问题了 你就成为你这种仅在现实中跌倒你自己就成为一个一个别人的现实了 别人的现实你就成为别人的一个现在的问题了 了解吗在学习中跌倒他是一种负责任的自己为自己所遭遇到的新问题 新麻烦负责也是这种新问题新麻烦不仅仅让你感到负责不仅要让你负责 其实他也赐予你力量赐予你机会和权利 因为你发现你之前那一套不灵了你跌倒了 那就意味着你有一个权利去可以按照你现在面对的问题去调整之前那一套 至少调整你对之前那一套的那种理解或者就是再生一层次去修补去改善之前那一套道理 去自己去优化他或者自己去要么就看清楚进一步看清楚 要么就是看清楚你自己本来有什么没看清楚要么就是看清楚他的结构里面有什么问题 那你就在不断的提高不断提高 就这种姿态就是一个我要主动去帮别人这个问题就是你在学习当中你在现实生活当中遇到了每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虽然是降临在你身上虽然是降临在你身上但是实际上是这个问题他自己内在有一个机制 比如说你说我毕业了找不到工作我是个应接生找不到工作这个问题是我面临的一个问题 是我面临的一个现实 但是问题是你要意识到这是一个普遍问题在你身上发生了一个特殊化发生在你身上降临在你身上 大家都不愿意看到这种问题大家都希望就是就优秀的应接毕业生毕业 毕业生毕业就能找到适当的工作恰当工作锻炼一下实习一下然后就可以进入岗位 但是为什么总会有人找不到这么一个问题它是因为有社会上的结构性的问题结构性的矛盾结构性的一些张力 他自己都成问题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那这种问题出现在你身上的时候你要去一个积极的姿态去面对它 你要去研究你要去探索 为什么你的一些能力你的一些表现以及你的一些出生啊啊家庭状况啊精神状况啊心理状况这些东西 你本来理解这些东西是用一套观点理解的天经地义的我毕业就应该有工作 或者说天经地义的我你太自卑了我毕业就应该没工作我太害怕了面试的时候没有自信心 那你就要把你自己要如实的真诚的去面对这个击破的这个问题 在这种交集当中去找同样有这个问题的要去再去你向这个问题敞开不仅仅就是说这个问题在你自己身上是什么样的 而是你要走出你自己的认识的一个局限去看社会上同样有这些问题的人去了解去认识 我们现在都有公共一些传播平台啊互联网论台啊这样的话我觉得你就慢慢慢慢就摸摸索出来你的认识方式你的思维方式当中对于哪些啊有哪些是对于你所遭遇的这个失业问题其实是构成性的是有构成性的一个支撑的不是因为或许他本身并不是太大的问题 或者说你其实有机会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是因为你的自己的认识方面的一个思维方面的一个局限吧 我觉得说的很简单啊真说很简单就是说你找不到工作你要先考虑考虑自己是不是想的有点眼高手低大或者怎么样的 但另外一方面你也要就是你找不到工作你要考虑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他肯定是有他的普遍性他在你这个思维模式之外他也是一个具有他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啊一个发生机制的这个问题有个实际的发生机制的 你要去了解去认识这个实际的发生机制啊你要去学习这个发生机制你要去了解失业的发生学机制啊就是你找不到工作的发生学机制要去了解的学习他你了解多了学习多了的话那你其实 就是对社会的认识也就多一分那我在这里我不会非常详细的介绍为什么啊会有这么一些问题降临在一些小朋友身上年轻人身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至少要保持一个姿态学习的姿态学着去习惯他去冷受他去冷受他去包容他不仅冷受还包容他还要你要去消化他你要吸收他吸收这些问题把它作为你的一种 调整你的精神状态调整你一直以为天经地义的那个那个规则那个秩序把它调整 必要情况下甚至有把它就是革新 重新换一套思路换一套新的思路来面对你的生活 好吧 我来说的就是这个啊 很多人就讲我的主义主义现在某种 我每天现在某种就是黑化体系或者一个闭合的框架之内 我觉得说我里面的黑化 黑化总体来说是比较有限的就那几个场域本体认识论主体性这些黑化 还有什么中心对立调节 黑化就这些词其他的部分 每一个体系都有新的内容吸收在里面 都有新的内容在吸收在里面 如果你不能理解的话 那大概是因为你还没有习惯这种我的主义主义里面那种思维方式 他的思维方式是和一般绝大部分人的认识思维方式不一样的 因为他严格来讲他不是一个那种安不久般的认识 严格来讲他是一种 哲学游戏 但是哲学游戏本身也是思维方式 他这种结构主义的一种游戏啊 拉一个矩阵 拉一个四个坐标系的一个矩阵 然后再怎么样 里面出现的任何荒谬的或任何不合理的我们都要把这些荒谬不合理的结论接受下来 然后努力的尝试去消化他解释他啊解释他我我对于主义主义这里面一个体系的 你们不能迷信他 你也要是按照你自己的学习的按照你自己所面对的问题和现实去理解他去把握他啊 那么扯远啊 这个就不是我这期视频要讲的一个主要内容 主要内容就是说请你保持一个学习的姿态 到底什么是学习 到底什么是现实 现实和理论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我们不能限限于一个二元对立的一个一种狭隘的一种状态啊 那讲讲到这边讲到这里